先生 今的質問是 照明照照合法 照合法 照合法 這些問題有解 但這次 請他指明 照合照照照合法 照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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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說 就是為了要講這個 村民鎮定業 而有這個如宋觀察禮拜 大家都有這個四個註頁 そしたら 諸教育に腹を吸えるというところがいなかったら 成果の四つを感じられた それが無意がついよう 無政行是以村民為政定業 以村民為主 其他都是來幫助村民 僕は後の四つの方が見やすいからな 理事に至らない これは絶縁なんです これは申請教 僧民という名誉 僧民ともともと全大の人 そういう人のこれらは 僧侶の似合作成功 すべての似合作成功 しなりともと充実的名誉 そういう議題を広げると 仧侶の似合作成功 じゃあ、仧侶の似合作成功 それを反過すべての似合作成功 這個看起來是比較壯觀,但是呢,就是說我們房間很容易落到這個陷阱前去 楊晏太妙,你一定是楊晏太妙,才主持人佛,那個楊晏太妙 楊晏太妙,那讓你小看楊晏太妙,這個...你真正的念佛的話呢,你是聚焚這個,不正愛哪 楊晏太妙,東北楊晏太妙,楊晏太妙,我正在說楊晏太妙,楊晏太妙,楊晏太妙 那麼老師說 稱名其稱德 有沒有 就是說你那一句 南無阿弥陀佛 南無阿弥陀佛的話 就句讀了那個 南無阿弥陀佛的萬德鴻明在裡面 就是說 稱名其稱德 稱德這個稱就是讚嘆 讚嘆的意思 那麼讚嘆 沒有比這個讚嘆佛德的功德更大的人 讚嘆 讚嘆 那麽人家的 人都複製了 那麽人家的 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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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人家的 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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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人家的 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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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說 我們修復的人啊 就是說 我們要去讚嘆人 因為你讚嘆的人之後 就是呢 那麽人家的根 偉大的 偉大的 那麽如果我們去 說謀阿弥陀佛德 那麽人不行啊 我們就是要去點啊 點他的人啊 叫他喜歡 會稱讚 語大的 偉大的 偉大的 所以老師說 會讚嘆人的人 了不起 老師說 當我們讚嘆某人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低頭的時候 沒有低頭 我們也沒有辦法讚嘆別人 當我們認為自己比他好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讚嘆他 老師說 當我們讚嘆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 看心別人的時候 有當時 也不要緊 一點一點 所以 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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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師說 在我們這個聖天法上 我們也是盡量大家去做 讚嘆別人的事情 盡量不要去做別人的 盡量不要去做別人的獨讀的地方 你要問這個問題 老師有回答到了嗎 沒有 你要再追問喔 不起 欣覃講說三國 三國七師嘛 那我們知道 印度有二師嗎 中國有三師 他是很大師 那我們現在 聽老族這樣講 我們不曉得哲利帕的家法是什麼 還有他的教題 先生 我 Tort了 本而少年 3 年才 ln 4 年 earned their人民 他們認識自己的助牌 找了什麼か? 對方要有一講 ще enabled 難道 在罈 costume 對方要一 Potter 對方要一лем 玉中 require 我記得他們以前的國 西洋的 在西洋的 西洋的 茶貝國 茶貝國 這個老師說 這個社利佛它有什麼教法 有什麼中國留下來 這個在中國 沒有傳到中國 那麼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說 社利佛是跟我們尊介 另外它是國的祖傳地址 在印度的話 是利佛是佛的那個地址的代表者 因為它是這個社利佛 它當中的年代 比中國的歷史 比日本的歷史還要久 所以我們要去知道它是很難吧 所以我們只知道 社利佛是阿佛地址的代表字一樣 所以我們在日本 他們在傳聞 我們在日本 他們在傳聞 社利佛是馬上的過去生 過去生 如此而已 有問題再聽說 因為已經9點半了 不要再多時間 我繼續剛才這個問題 因為我直接講具體的 也是我個人的經驗 譬如說 我們知道五正行裡面 以稱名為正經驗 就像老師剛才講的 稱名就去讀 讀宋觀朝禮拜的讚嘆共養 所以說 他稱名就是稱佛德 可是我有這樣子的感動的時候 我想要禮拜 或是說我想要去讀宋經典 我會覺得說 這個稱名才是正定業 所以我可能會壓一票去讀 因為我稱名才是正定業嘛 所以這樣的心態到底是正確的還是說有迷思 先生 剛才的証書について 証書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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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証書 先生的証書有証書有証書有証書 我先生的証書有証書有証書有証書 有証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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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神會大夫人 他說 遊樂的有盡力 那麼老師說 就是說我們這個文明歡喜 文明歡喜 就是說有些那種感動 想要讀宋、聖教、想要禮佛 那麼老師說這個是自然而然 這個是可以的 那麼老師說 不是說其它的不可以做 而是說 你在感動自己做這個事 這個是不官 就是說是不影響的 但是就是要借 就是說刻意的去讀宋 刻意的去禮拜 不要借這種戲 也不是刻意的去做這個事情 老師說其他這個事樣這個 就是說是可以去做的 因為這個住業 是住業 沒有這裡說不可以做 所以你看金蘭聖人 你看他這個 他的營業裡面 營用化驗金啊 營用很多其他的經營有沒有 對啊 根據這個問題 可能他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或是什麼 對 那個老師說 叫你不要去寫那個高生大德 老師說 因為已經超過九點半了 如果說跟這個有關的問題 老師先老師再沒有問題 對 我們應該懂得 我們應該懂得 金蘭聖人都已經把我們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要讀了嗎 就讀這個聖教就好了 你不要學金蘭聖人去讀化驗 那沒有問題 我們先唸佛回家 那待會請大家先留下五分鐘 我們要到香港 還有說 下次講座的時間 我們再大家表學一下 我們先唸佛回家 我們先唸佛回家 我們先唸佛版 我們先唸佛的佛策 我們先唸佛策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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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杨栋梓